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大家讲的电影是《死亡占卜2,恶灵起源》 故事的时间设定在1967年 那点是洛杉矶的一个老房子里 也就是昨天讲的《死亡占卜》一中 带笔吊死人的房子 只不过现在住着的是翠花一家 翠花对外的职业是灵媒 大多数情况是宅在家里 利用通灵的能力 帮助那些心怀愧疚 想要与死人对话的世人 帮他们解决心结 听起来挺高尚 其实那所谓的通灵都是骗人的 展现的灵异事件呢 也都是她跟两个女儿 联手捉弄人的法系 大女儿上了高二 已经对事情有了自己的认知 她认为母亲骗人不对 多次对母亲的行为表示谴责 但翠花也很无奈 家里的开支不小 她不骗人还怎么维持家的开销 再说虽然骗了他们 但也帮助那些人走出了伤痛 这是好事啊 这天晚上 大女儿偷偷的溜出去找朋友玩 龙头妹买了十下流行的通灵板 形式上类似于比仙结仙什么的 于是几个小伙伴就找刺激的 玩起来通灵游戏 大女儿整天跟妈妈搞这个 当然知道其中的毛腻 内心自然是毫无波动 但伙伴们只挖胡了的 全都吓得不行 大女儿见了就将通灵板的事 告诉了翠花 说可以把这个当做道具 加入他们骗人的把戏 翠花听了后还真买了一个 之后对通灵板进行了改装 在小屋板上安装了死铁 然后用脚裤的木板移动 通灵板的实用说明上有两条警告 一条是千万不要一个人玩 另一条则是不要在墓地 翠花根本没把她当为事 像模像样的念起了咒语 她这边咒语刚刚完成 楼上的小女儿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个人坐在那里自言自语 诡异的是她说的话 居然跟翠花的问题对手了 翠花听了游戏 小女儿也回过了神 大女儿问妹妹咋了 小女儿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 似乎并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 难道通灵板真的召唤出鬼来了 一身人静的时候 小女儿受到通灵板的召唤 一人一物就这么聊起了天 不安事事的小女儿并没有害怕 反而为自己交到的新朋友感到高兴 这天翠花被神父交到学校 说你这家长怎么能这么换孩子呢 问得翠花一脸懵不疑 最后神父拿出小女儿作业 自己是琉璃的狂草 神父怀疑是翠花带写的 要么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 怎么能写出这种字 车上翠花问大女儿 是不是把妹妹写作业了 大女儿也说没有 小女儿说是她的新朋友 用她的手写的 毕竟图言无忌 翠花也没大为事 回到家里 门上贴着银行的催款单 如果再不将贷款还让 那么他们就会被扫地出门 晚上翠花跟大女儿坐在台阶上 暗暗发愁 小女儿捧着一袋钱跑了过来 翠花问小女儿钱哪来的 小女儿领着妈妈来到地下室 说钱就藏在洞里 翠花问女儿是咋知道的 小女儿说是爸爸的鬼魂告诉她的 转场之后 三人坐在通灵板前 尝试着联系死去的丈夫 结果通灵板真的动起来了 大女儿以为是妹妹的恶作剧 翠花呢都说有些怀疑 于是就问了些 只有她和丈夫两人知道的问题 结果你猜怎么着 通灵板居然全都答对了 难道丈夫真的回来了 翠花高兴的都哭了 只言老公一直在守护着他们 接下来几天 小女儿学都不上了 就留在家里帮妈妈痛脸 某天晚上 小女儿觉得脖子有点痛 于是拿起通灵板联系爸爸的鬼魂 想让爸爸出个招跟着下脖子 然后还透过通灵板上的洞 看看爸爸藏在哪里 就可看到了可怕的恶灵 小女儿吓得惊声尖叫 恶灵也趁机钻进了小女儿的嘴巴 附到了小女儿的身上 大女儿那边也做了可怕的噩梦 梦中她的嘴被强一脚斩住 第二天在学校 一个凶孩子想要用弹弓射小女儿 小女儿现在由恶灵保护 被小女儿一瞪 凶孩子便被控制 狠狠地射了自己 晚上大女儿看到爸爸 留给自己的不娃娃的嘴 被缝了起来 气愤地问妹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女儿说这不是我干的 是爸爸做的 目的是为了阻止那些恐怖的声音 大女儿怎会相信妹妹的嘴巴 姐妹俩的争吵也来了翠华 翠华也站在了小女儿那边 大女儿一度觉得母亲无药可救 第二天大女儿在整理卧室的时候 发现妹妹写的手稿 上面的文字是波兰文 不到十岁的妹妹怎么可能会波兰文 在想到妹妹最近的变化 她意识到现在的妹妹并不是原来的妹妹 于是大女儿立马将手稿交给了神父 希望她能帮忙翻译一下 第二天神父直接登门拜访 希望能观摩下小女儿图灵的整个过程 神父还鸡贼的用她死去的老婆说事 表面看来神父真的在跟死去的王妻说话 但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 神父通过几个问题 就测试了小女儿召唤出来的并非她的妻子 反而是某个未知的恶灵 恶灵之所以能回答一些私密的问题 是因为她读取了你内心的想法 神父将翠华和大女儿交到卧室 说出了心中的猜测 你女儿可能被鬼上神了 紧接着牧师拿出翻译完的手稿 内容是一名波兰男子的自传 男子生活在二战被影响 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 跑到了美国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进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有个医生 匪号祖安狂人蒙多 一天男子被医生带出了精神病院 来到了医生的家 蒙多将他带进了地下室的密室里 里面还囚禁着十几个人 蒙多用他们的身体做各种人体实验 他们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为了不让他们发出声音 甚至割掉了他们的舌头 缝住了他们的嘴 而资传上说的房子 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他们在楼上说话的功夫 大女的男友来找女友玩 结果被小女人领进了家室 转身的功夫就被小女人控制 神父为了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 就带着翠花母女前往地下室 结果刚走到一半 就看到大女人男友的尸体 站在客厅当中 就此翠花他们相信了神父的话 他们先是烧了通灵板 然后跑到地下室一探究竟 结果震惊地发现 墙上的大洞里就有那十几句十几 而整栋房子就是他们的目的 前面说过通灵游戏有两球禁忌 一个是不能在墓地 另一个是不能一个人玩 翠花他们一家双重破戒 那鬼还能放过他们 此时偷门口里穿出小女儿求救声 神父本正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原则 他也不回地钻了进去 果真在里面见到了小女儿 小女儿也不再遮遮掩掩 直接表明了身份 说自己就是那个被杀的波兰人 话音刚落就用念力控制了神父 还要借神父的手杀子翠花 神父毕竟是神父 那是被耶稣眷顾过的人 就在神父要麾下吐刀的那一刻 神父恢复了人类的理智 但是卵又没有 立马就被被鬼附身的小女儿给干死了 翠花和大女儿想要跑出屋子 结果门都被锁死了 紧接着大女儿受到袭击昏了过去 就在小女儿要啃了姐姐的时候 翠花恨起恶灵放过两个孩子 想干什么冲她来 毕竟孩子是乌骨的 乍间恶灵就出现在翠花背后 说了句你们都得死 然后就将翠花绑了起来 准备慢慢折磨 另一边昏迷的大女儿做了个梦 梦中爸爸将她抱到床上 然后与妹妹因为娃娃吵架的场景 浮现在眼前 紧接着看到爸爸拿着被缝住的嘴的娃娃 似乎要说什么 大女儿灵机一动 难道这是父亲给自己的提示 只要缝住妹妹的嘴巴 那么就可以消灭恶灵解救家人了 醒来的大女儿一板凳就呼倒了妹妹 然后就要缝住妹妹的嘴 紧接着大女儿在妹妹的嘴里看到了恶灵 虽然大女儿缝住了妹妹的嘴 但是恶灵在最后一刻还是逃了出来 上了大女儿的身 然后操纵大女儿 一刀捅死了自己的母亲 紧接着画面一转 大女儿出现在精神病院 原来大女儿杀死母亲后 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而小女儿的尸体却消失不见 尸体虽然找不到了 但在大女儿眼中 妹妹的鬼魂一直在伴随着她 故事就此结束 好了 今天电影就这样了 最后谢谢观看 拜拜